近年来,美国的各种民兵组织频频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并且在政治活动中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他们是否合法,引起很多的争议。 这个视频就来谈一谈美国民兵组织的前世今生。 美国民兵组织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建国之前,美国最初的精队就是民兵组织。 自从北美殖民地开始建立以来,民兵武装就一直起着维护社区秩序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作用。 早期的民兵武装主要是抵抗其他国家的殖民者和本地的印第安人。 美国独立战争时,北美的13个殖民地将他们的民兵武装集合起来,组成了具有常备军性质的大陆军来抵抗英国。 独立后,大陆军解散,联邦政府一直没有建立强大的常备军。 因为国父们认为,联邦的常备军是对各州自由的威胁,所以国会赋予各州以建立民兵武装的潜力,用于自我防卫和应付地方危机。 此后,美国的大多数战争,包括蓝白战争、美墨战争等等,都是依靠临时抽料民兵,扩展正规军,参加战斗。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和已经高度职业化的德国军队对抗,美国才组建了强大的美国陆军。 所以说,美国是先有民兵,后有常备军。 美国的中小学经常教导孩子们说,独立战争中的民兵都是英雄,爱国者们组建了民兵组织来保卫殖民地,抵抗英国人。 1903年通过的民兵法,开始将大多数的民兵武装组织起来,编入由州长管辖的国民警卫队。 国民警卫队队员包含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平时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一般每星期只抽出一个周末来参加军事训练,另外有每年15天的有工资的集训。 国民警卫队实际上是各州自己的军队,主要任务是保护州进,维持州内秩序,救灾等等,一般不受联邦政府的调遣。 50年代,阿肯瑟州州长曾命令该州的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到白人学校上学,当时的总统埃森哈威尔也没有权力指挥国民警卫队,所以只能够派出联邦军队护送黑人学生上学。 各州的国民警卫队实际上也是美国的后卫役兵力,当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可以编入联邦军队参与对外战争。 一战的时候,40%的参战美军就来自国民警卫队。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也有大批的国民警卫队员被征召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 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后,又一势力对于各种新的左派的大政府主义的法规强烈不满, 从70年代开始推动重新确立地方权力和私人民兵武装的概念, 他们深信需要组建准军事组织来保护自己免受政府的暴政。 到了90年代,民兵运动在美国呈现出新火燎原之势,盛极一时。 数据显示,民兵组织在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时期发展得最快, 在1996年的高峰时期,全美共有858个民兵组织。 同期也出现了很多民兵组织和政府的冲突。 1993年德克萨斯州的维克惨案, 是民兵组织与联邦政府爆发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冲突。 当时联邦警察试图搜查非法武器, 结果和大卫教派的民兵组织爆发枪战, 双方对吃了50天,造成多人死亡。 许多民兵组织认为,这是政府试图夺取公民宪法权利的前兆。 维克惨案发生两周年之际, 民兵运动的同情者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1995年俄克拉荷玛城爆炸案, 据信是在给维克惨案中的大卫教派报仇。 2000年共和党小布什主任的8年, 是民兵运动相对收敛的一段时期, 但是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上台以后, 民兵运动再次迅猛抬头。 这可能与奥巴马政府试图控枪以及推行宽松移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也可能与2008年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 在哥伦比亚特区处海洛伊案的裁决中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判决解释有关。 2014年,内华达州的一名牧场主邦迪由于拖欠土地管理备, 联邦执法人员准备强行执法, 遭到当地民兵组织的抵抗。 民兵组织布置了狙击手, 甚至派直升飞机进行空中戒备, 最终联邦政府只能让步。 此事堪称美国民兵运动对抗政府的历史性胜利。 2017年,在弗吉利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团结友谊集会, 也是民兵组织的一次高调亮相。 2020年,民兵组织金刚狼守望者计划绑架民主党执政的密西根州州长被FBI挫败。 民兵上年,凯尔·里登豪斯参与保护当地商业在威斯康辛州七洛沙设计的枪击案, 引发广泛的争议,也是近期新闻的头条。 可以说,民兵运动的重新兴起和他们的反政府倾向, 反映了美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强烈焦虑感。 那么,美国的民兵为啥热衷于反政府呢? 美国的民兵组织模仿军队的编制, 他们购置枪支弹药,经常一起训练军事战术和技术, 进行实战演习。 他们大多声称热爱国家,但是却敌视政府。 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在不断地剥夺他们的自由权, 所以必要是他们不得不进行战斗,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他们一方面不满外来文化和左倾思潮对于美国传统价值的侵蚀, 另一方面尤为不满联邦政府旨在对私人持枪进行管制的措施, 认为这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他们很多人自称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们的目的是反对联邦政府的专制统治, 恢复民主自由的美国传统。 此外,今年夏天发生在美国的左派的抗议和骚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让一些民兵组织确信一场动乱即将来临, 他们担心极端左派将发起内战, 而自己只是处于防御的一方。 有些组织则宣传生存主义的训练, 要人们存水、存粮、存弹药, 为可能到来的经济崩溃做好准备。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说, 受到严格监管的民兵对于保障美国的安全, 维护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旋律是必须的, 不应该受到侵犯。 许多团体以此为依据来证明民兵组织的合法性。 民兵组织中有相当大比例的现任及前任警察和军队人员, 据估计, 推波老兵和现役军人至少占到民兵组织成员总数的25%。 民兵组织试炎守护者2015年的成员资料显示, 名单上有将近2.5万人,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有军队或警察背景, 现役军人占到约10%。 他们发誓履行所有军人和警察的誓言, 以捍卫宪法反对所有国内外的敌人为己任。 他们宣称将以此为原则在发生骚乱的城市维持秩序。 很多民兵组织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狭义的公共保护的角色, 补充执法工作与地区的警察部门并行。 有些地区的警察部门和民兵组织对于宪法和社会问题有着相似的解读, 他们对一些民兵组织的反应是默许、鼓励, 甚至是开展实际合作。 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州对私人民兵组织有一些监管的法律, 比如不许他们截队持枪游行或者当众操枪演练。 很多民兵组织虽然敌视联邦政府或州政府, 特别是民主党控制的政府, 但是他们很少与本地的地方政府作对。 2016年,川普以局外人的身份竞选总统, 获得了众多民兵组织的用户。 佐治亚州的民兵组织3%安全部队在当年大选结果出了前就放话成无法接受川普落选, 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当选, 那么他们将禁军华盛顿特区。 在川普任期内, 很多民兵组织在反联邦政府方面不再那么积极, 因为他们第一次在白宫有了他们愿意支持的能够为普通美国人说话的总统。 如今, 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和分裂程度日益严重, 位于政治光谱的两端的人甚至都想要互相摧毁的一方。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表示, 如果自己所支持的一方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失利, 那么采取暴力行为将是正当合理的。 普通的民众既担心左翼的政治暴力, 也担心右翼的政治暴力。 除了近期新闻中备受关注的骄傲男孩, 另外两只实力强大的民民组织, 誓言守护者和3%人都公开的声明, 自己是对抗企图奴役普通美国人的新世界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将会像美国的开国元勋那样进行反抗和抵制。 很多民民组织蠢蠢欲动, 正在为可能到来的栗战做准备。 Proud Boys, stand back and stand b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